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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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惊慌 与陈书宝一起 被押送到长安 公元604年 苟且偷生多年的陈书宝病死长安 神无华亲自为其写哀词 在陈书宝丧妻过后 神无华依旧倾登古博 日日诵经 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 公元618年 随阳帝阳广被宇文成都勒死 随朝灭亡 神无华重获自由 返回老家 大家都以为神无华会好好享树余生 结果 神无华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竟然跑到天津寺出家维尼 法号正是观音 难道仅仅因为神无华法号观音 就被称为观音菩萨? 当然不是 事情还要从随末乱使说起 随阳帝死后 中原群雄诸入 十八路返亡 七十二路燕尘 其中不乏一些铁石心肠的恶魔 无地里子通便是其中之一 为了抵御唐军 竟然抓了一千多名老弱妇如去充当炮灰 心存善念的沈无华德之情况后 当然不会视而不见 用计救出这一千多名老弱妇如 然后自己铤而走险 半朵观音 下退 追兵 此事过后 这一千多名老弱妇如 对沈无华市感恩戴德 沈无华的观音之名流传得越来越广 据传 沈无华在山东来山苦修七年 终于成伯 李世民称帝后 听闻沈无华的善举 还专程将沈无华接到长安 又令人以沈无华为原形 画观音图供奉 后来 中原大汉 沈无华又替百姓求语 沈无华为天敏人的形象 很符合百姓心中观音菩萨的形象 渐渐的 以沈无华为原形塑造的观音菩萨越来越多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